刘德华今年1月在泰国拍广告时不慎从马背上跌落 后来在香港花了几百万进行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 今年4月份恰逢他的电影《拆弹专家》上映 刘德华还特地录制了VCR为电影宣传造势 这个时候刘德华虽然不能走路 但是身体已经无大碍了 不过这个时候的刘德华双眼无神 声音也有些嘶哑 如今过了两个多月 有华仔的朋友爆料刘德华病情又恶化了 虽然主折拐杖走路越来越稳了 可是身体却销售了不少 原本略带沙哑的声音变得更加沙哑 朋友听闻也不敢问具体情况怎么了 怕影响华仔的心情 为了争取更多的秀养时间 刘德华已经取消了今年年底的几十场演唱会和多个电影邀约 损失高达1.2亿 如果声音一直不能恢复华仔的歌声或许就再也听不到了 作为四大天王之首华仔红了30多年 早已不是普通的明星 如今刘德华也已经56岁了 也到了一样天年的年纪 只不过为了给粉丝带来更多的作品 还一直奋战在娱乐圈 如果因为伤痛而退休的话 不知道会让多少歌迷影迷留下遗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稍茜茜茜茜artetations